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控股在2018年的表现是受到了国内外多个主要因素的冲击 也包括了经济还有社会的层面 那么为什么会亏这么大亏这么多呢 其实大家都很想知道 因为国库控股的钱其实就是人民就是我们的钱 那么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国内外的因素之外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国库控股进行的重组行动 牵涉到大幅度的变动 目前进行的重组计划当中 可让国库控股执行以及实现提升大马财富增长的长期角色 那么国库控股早前就被批评说 他频频卖掉旗下的资产还有股份 那么当时的评论就认为说 把这些东西值钱的东西卖掉 是为了要协助减轻政府的国债 当然这个做法就受到很多人士的批评 当时Kazana的这个解释就是说 脱售的活动是为了重组资产 以实现长期获利的一个目标 不是为了一解燃眉之急 截至2018年12月31号 国库控股投资组合的调整后进值 NWA是下跌至910亿令吉 比一年前是减少了21.6% 至于可实现资产价值 也就是RAV也下跌至1360亿令吉 比一年前少了13% 国库控股将会专注与重组 这个投资的组合 并且在维持投资成品比重之际 提高投资市场的一个多元化 面对2018年亏损63亿令吉 那么相比2017年的29亿令吉的 税前盈利 2018年对国库控股来讲说 其实不是这么好的一个年份 因为庞大的资产简直反映出 基金持有股票的市值下跌 那么以及部分非常是资产的 账面的价值下滑 简单来讲说就是下跟跌 记住这两个字 所以国库控股才在去年亏损了 这个税前亏损是63亿令吉 不过Kazana国库控股 他就放眼今年2019年 能够转亏为盈 那沙里尔就说呢 这主要是因为马航占了 2018年减值总额的 这一个大概一半 那国库控股呢 在2018年呢 从投资中获得28亿令吉的股息 低于前一年的31亿令吉 而脱售受益呢 是减半至14亿令吉 就反映了具挑战的 一个市场的环境 展望2019年 基于2018年进行的清理工作 差不多 七七八八差不多要完成 那么Kazana就应该能够恢复盈利 预计呢 不会出现2018年的 大幅度减值的 所带来的这个损失 那么Kazana将继续关注 执行资产组合再平衡的 这个策略 那么以加强原本的 这个财务的状况 Kazana控股的这个亏钱呢 前首相跟前财政部长 纳吉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 他是抽水王 所以他在这个课题上 就马上的来抽水 他是不会放过任何批评 以及监督西蒙的机会 那么他的这个动作 相对的是比其他 应该是说 比所有反对党的领袖 都来得快 甚至比影子内阁的财政部长 就是凯瑞来得还要快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看到凯瑞发言 但是我们最先看到的 就是Boscow那集的回应了 你说他怎么可能会不红 对不对 那集就指出呢 他说国库控股啊 在他掌权的十年期间 不曾面临这个亏损 那资产值呢 在他的任期内呢 也不断的增加 也不曾贬值 他就提出了一个数据 他说在过去十年内呢 国库控股的净资产值呢 从2008年的337亿令吉 是增加至823亿令吉 也就是增加了244% 那到了2017年的1160亿令吉 他说啊 自从这个西蒙接管之后呢 国库控股的净资产值 也大幅度的下跌了 250亿令吉至910亿令吉 那么那集这个时候呢 就逮到就位 就狂插西蒙政府说 这250亿令吉的这个下跌 的资产的这个跌幅呢 其实差不多足以解决 1MDB的这个债务了 听好是1MDB 是出自他的嘴巴 或者承担550亿令吉的 东海岸铁路计划ECRL 差不多一半的这个成本 所以那集他的脑袋 或者是他团队的这个反应 是非常的快的 他也懂得怎样去玩这些数字 告诉大家说 这个数字其实可以买些什么东西 可以做些什么东西 让大家对这个数字有画面感 他也调侃这个政府 说其实也没什么啦 反正还有911令吉 还有911令吉 你少了250令吉 小事情 那么西蒙还有许多东西 还有许多国家的资产 可以拿来卖的 那么那集近期红起来 是有他的原因的 因为反对党的论述真空 反对党的领导也真空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Bosco就红起来了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